今天早上苹果开发布会了 除了iOS46之外 我最关心的就是M2 M2发布之后 苹果的MacBook Air和Pro这两个系列的产品 更加丰富 更不好选 前两天为朋友 他用了很多台Windows笔记本 说这次一定要换个苹果本 6月份下的单 从苹果官网下的 说是排队到7月份才能收到 最后他选择的是 这是2021版的MacBook Pro 是M1 Pro的芯片 14999的那款 今天看完发布会之后 他问我要不要退掉 重新买一个 另外我有一个朋友 他也想升级他2016款的MacBook Pro 我今天也大致了解了一下 做了一个简单的表格和各位分享 这儿写的不好 请多担待 首先我们看这个 这是今天新发布的2022款 价格是94997 它是MacBook Air 8加256 M2的芯片 这是8加8 一个是8核心的中央处理器 一个是8核心的图形处理器 它的功率是30瓦 这是目前主流的一款机器 当我看到这个8加256之后 我就笑了 因为我现在用的这款 是这款 2022年版的7999起的 也是8加256 它的中央处理器是8 图形是7 8加7 也是30瓦 另外苹果这次还出了一个M2芯片的Pro 就是这款 这是M2芯片 MacBook Pro 它用的是8加10 图形芯片比Air的基本配置 多了两个 8加256的版本是9999起 它的电源是67瓦 为什么要说电源呢 这个电源是区分档次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们看一下第三号 这个三号 它和一号是一样的 都是Air 都是2022款 但是它是8加512 我这写错了 应该是8加512 核心是8加10 比这个第一款图形核心多了两个 它的功率也就多了5瓦 那上面三款呢 是Air系列 下面这三款是Pro系列 这是MacBook Pro 因为后面还有一个叫M1芯片的Pro 下面再看第五款 第五款是M2芯片 MacBook Pro 也是8加10的 它是8加512的版本 2022年11499起步 这个功率 我没看到 应该也是67瓦 这个功率是和 这个芯片是有关系的 6号是老款 已经下架了 它是M1的芯片 MacBook Pro 是8加8 它也是61瓦 是8加256 是2022年款 这款现在已经买不到了 我们注意看 这三款都是67瓦 最后这是61瓦 那这三款呢 都是30瓦 虽然都是M1或者M2芯片 功率翻了一倍 主要是MacBook Pro 比MacBook Air 多了散热风扇 它可以让芯片更多的释放 释放的更稳定 MacBook Pro 比MacBook Air 可以以更高强度的持续的输出 从而可以看出 这个Air的定位 它是偏入门级的 这个Pro的定位 是偏中端的 后面还有一个偏高端的 那就是14寸和16寸 好我们继续看 这个7号呢 是M1的Pro版 它是MacBook Pro 这个芯片 它是M1的Pro 它是8加14 图形芯片 默认就是16加512起步 价格呢 是14999 我那个朋友 他买的就是这款 但是现在得等一个月 才能收到 第8款是M1的Pro 这也是芯片 它是10加16 核心数更多 这是67瓦 这是96瓦 核心数一变多 风率就会省高 这是16加1个T的版本 也是2021年 18999 这个价格更贵了 几乎超出我的调查范围了 我们一般的Air和Pro 就够用了 用不到这么高端 因为这两个M1Pro 或者M1Max芯片 还可以加核心 可以把价格加得更高 当然功率也就更大 因为它要有更多的性能释放